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神中科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8月31日 太母命为博士的献礼 时日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章10至11节 他们看见那声就大大地欢喜 尽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里亚 又腐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补盒 拿黄金 以香 抹药 为礼物献给他 内容是这样说 上述这两节经文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对于耶稣出生这件事 最兴奋的好像是外邦人 首先 最先听到天使报起的 不是耶路撒冷的达官贵人 而是几位牵丁的牧羊人 然后就是来自东方的博士 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 这些东方博士 似乎比领袖预言的以色列人 更熟悉圣经预言的每个细节 只不过他们是在哪里听到 关于弥赛亚的寓言 圣经没有明确地说 但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是与弹以理书的寓言有关 看到多位博士来访 希律王这边的反应 偏偏令人压缓 多位博士发现到 这些被选择得以同上帝 立约的子民 并不清楚这个寓言 反而是这些外邦人 为了寓言的实现 而欢迎鼓舞 更大件事的是 听到那位期待已久的王终于来到 这些人偏偏觉得受到切身的威胁 结果故事的结局变成 上帝要提早透过梦境 警告他们不要回到希律的宫殿里 这个故事值得教会深思 我们很多人 一方面 不要好好使用自己的恩赐 互乱挥霍这份礼物 另一方面 又对外来者怀抱敌意 我们将恩赐当作娱乐 或者是提升自我能力的工具 反而将那些刚刚来到教会的人 他们因为愚获自保 通常都满心火焰 事作威胁 担心他们会改变教会的现状 例如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用充满遗憾的口气 就说 但愿新来的人能够早点进入状况 也就是说要他们早点习惯教会的文化 然而经过多年的观察 我发现到那些活力十足的教会 都愿意投注大量时间精力去尋找上帝的儿女 邀请他们回到教会这个家里面 他们深切体认到上帝有无数的儿女 还流落在外 他们当中很多人 其实比我们还忠心是主 这些人一旦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马上就会想起 属灵恩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 上帝将他赐给我们 是为了给我们有机会回报给耶稣基督 这些新朋友 正如从前那多位博士 因为想将最好的 欠给那位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主 因而对教会的事工充满热疹 全心全意的投入 将自己的恩赐发挥到淋漓尽致 让我们跟着多位博士的脚步来到马曹 我们就会想起 当初上帝为何要将我们 放在现在的教会之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明天的神中课 再见